大家都说在吃产上买吃会比较便宜 那我借着广州吃产的机会来看一下 自销的酱油中心汁它的优惠幅度究竟怎么样 首先第一台就是我身边这台大众帕萨特了 它在10月份单月交量是来到了将近24000辆左右 那它的全新一代事情帕萨特Pro 它的外观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更加的前卫的另外它还提供两套外观设计 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它的中瓦的样式的不同 来满着不同消费人情的审美喜好 另外它搭载的是2.0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162千瓦 最大扭矩350牛米动力系统 它的性能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智能座舱 它不仅给到你一个非常大尺寸的悬浮的中共品 而且还有副驾娱乐品 另外它也是搭载了大疆的自驾系统 能够实现L2加息的智能驾驶辅助 所以这些都是像新能源吃套拢的一些事情 那我刚刚也了解到了目前帕萨特Pro它的终端优惠 如果你贷款的话是能够大概来到2万5的优惠的 那它的盖板车型就在20万出头左右就能够买到了 第二款车同样是大众国是大众的全新一代麦腾 那它的单月销量是接近1万9千辆的 而我们也都知道帕萨特跟麦腾是中立款车型 它的架构是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这一代的麦腾以及帕萨特 我觉得它外观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更偏向沉稳 更偏向于商务气息的 同样的麦腾它的智能座舱也是跟帕萨特 基本上是用的同一套 都有副驾娱乐品 以及都是搭载大疆的自驾系统 所以在使用体验上 我觉得两孩子其实差别是不太大的 刚刚我也了解到了全新一代麦腾 它的终端优惠是3万块左右的 而这个优惠证是在你贷款的前提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优惠幅度 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 第三款车就是我身边自盘 广泄凤田的凯美醉 那么它是10月份的销量 也是将近1万9000辆 那它是基于TNGA架构打造而来的 提供三种外观设计 来满足不同消费值的神秘旗号 那它也是提供2.0升的发动机 以及2.0升的油电混动 两种动力系统 它的2.0升的发动机呢 最大功率是127千瓦 最大扭曲呢是206牛米 所以呢它的动力表现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 那我刚刚也了解到目前 凯美醉它的终端优惠呢 是结合厂家的 4万补贴是能够来到4万多块钱的 那大家觉得这样的优惠补是否满意呢 第四台其实是我身边这台 红星H5了 而且呢 它目前的车系销量也累积到了50万辆 那对于中国品牌重型车而言 我觉得这销量成绩已经是非常棒的 而且呢它目前10月份 它的单月销量也来到了将近1万5千辆左右 而且它最近月销量都突破了1万辆 所以从销量来看 果然对于这台车其实认可度还是相当大的 那目前它已经推出了新款车型1.5T 以及2.07两款的幻影版设计 主要的变化就是它增加了一些黑化的套件 比如说它的中网 它的前大灯 还有它的磁窗线等等 都是增加了黑化的设计 像整齿是看起来是更加的年轻更加的热性 功率部分 红星H5是提供1.5T 以及2.0T两款发动机 1.5T的最大功率呢 是来到了169马力 2.0T是224马力 所以从功率表现来看 红星H5也有很不错的表现 另外它座舱的舒适 以及它配置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红星H5能够消出如此漂亮的销量成绩 那目前了解到呢 在吃展期间 红星H5它目前的现金优惠是有2-3万 而且呢还能够综合国家补贴之外呢 基本上综合下来是有5-6万的一个优惠情况 那对于红星H5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优惠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是值得选购的事情 那刚刚我们也聊了目前来说 主要日销的几款燃油中行车 比如说麦腾 巴萨特Pro 凯美瑞以及同期的H5 那它们的优惠优惠情况 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观的 在结合它们优秀的产品里 能够做到如今销量前手确实是有原因的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选择 就是考虑买这些来吃来过去年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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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